说一汽车 大家肯定不会觉得新奇 都是见怪不怪的东西了 如果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对于汽车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吗 你看到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不同的答案站在不同的人的角度来说 各有理据 各是具有正确性 其实最重要的莫古于汽车的发动机了 如果说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是心脏的话 那么发动机也可以说是汽车的心脏了 如果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性能优秀的话 那么这个汽车一定动力十足 车速强劲且迅猛 一直以来 汽车发动机的放置一直都是一个值得研究 并在不断研究的话题 目前 主要有前置发动机 中置发动机 后置发动机 而且是三种不同的放置方式 对汽车的动力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那么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 有什么不一样的吧 如果这部车使用的是前置发动机 顾名思义 这种放置方式可以减少汽车后面的占用面积 从而增加其余的装载量 另一方面 这样的放置方式还可以减击装导时的伤害 保护乘坐人员的安全 如果这部车使用的是中置发动机 这样的放置方式 就是将发动机放在车身中部 这样放置的话 可以很好地保持汽车的平衡性 让汽车变得比较平稳 但是这样的话会让发动机的震动 引起驾驶人员的不舒服 如果这部车使用的是后置发动机 就是将发动机放在汽车的尾部 这样的就是后部比较有力量 可以承载重物 还可以增强方向盘的灵活性 除了货车外 一般跑式的发动机都在后面 一般我们所见的就是前置的发动机 仍然每个消费者的喜好不一样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呃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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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